你知道每个人都是有尺寸的 包括橡木桶也是 维士忌放在不同的尺寸的橡木桶里面 收成出来的结果是完完全全的不一样 你知道吗 有很小型的我们所谓的四分之一桶 然后呢 还有所谓的波门桶 还有所谓的Sherry Butt 还有Punction 每一种尺寸呢 因为大跟九的接触的表面积呢 就比较少 它就可以在橡木桶当中缓慢的收成 小的橡木桶呢 它跟威士忌快速的作用着 因此萃取了更多威士忌木桶的气味进去了 所以那个威士忌很快就可以长大 所以呢 这个尺寸大小 其实也跟威士忌的风味有差别哦 我记得很久以前 我很喜欢看那个 这个电影那个 很有趣的一个 那个那个那个这个 两人的这个双口的 这个喜剧演员 叫劳莱与哈台 听说最近电影叫什么 那劳莱哈台刚好就是个瘦子 一个胖子 一个高一一个矮 他们两个呢 用一种强烈的对比的方式 造成很大的 趣味感出来 这次大鼻子选的Punction跟Butt 其实就是希望 由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桶子 来造来来来来跟大家来理解 这中间桶子的差异到底对威士忌造成什么 什么样的影响 你知道Butt 如果有机会去威士忌酒厂 你就看到Sherry Butt基本上是一个500公升大的一个 一个桶子 桶子大小 它的两头尖尖的 它比较接近于长形的 而Punction呢通常 它的尺寸它的里面可以容纳的这个容量呢 跟Butt是一样的都是500公升 但是它的它比较圆嘟嘟的 圆嘟嘟的 我们如果以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呢 通常是这个圆嘟嘟的Punction呢 它跟9E的接触表面机会稍微小一点点 那短时间的时候成化可能没有什么差别 但时间只要拉长超过10年以上的时候 这中间透过时间的淬炼 中间的气味就开始产生不一样了 这中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性呢 我还记得我以前为了研究Butt跟Punction 这两种大小样尺寸不同的项目桶 对于威士忌的影响的时候 我第一个问到的对象是 之前三德烈的前首席调酒师 雨水精一先生 我记得我问过雨水精一先生啊 就说Punction跟Butt有什么差别 哎呀雨水精一先生非常兴奋 为什么 他们酒厂刚好实验了Punction跟Butt 然后哇我更兴奋了 他能够解决我对于Punction跟Butt之间的疑问的问题 哎他马上拿了Sample给我试 我试的时候太兴奋 为什么两个风格差太多 那个Butt的颜色非常非常深像是酱油色一样 而Punction呢就是像金黄色一样 我一喝哇两个味道差很多 哇我心里就不禁疑问说 一样的尺寸只是因为不一样的形状 竟然可以相差这么多的风味吗 后来我才发现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他们的Punction是定制的 所以他们Punction里面呢不是加雪地酒里面 加的是原来三崎 Yamasaki酒厂的New Make 就是他们的新酒 所以呢基本上就有点像Bourbon一样洗桶子的 可是跟那个Butt是用西班牙的雪地酒去洗桶子 是不一样的 哎呀难怪原始润桶的内容就不一样 这风味档案造就不一样 但是我想要找到的是 桶子的形状尺寸一样 桶子的材质一样 用同样的雪地酒润桶 润出来之后却因为一个比较长 一个比较圆的差异 却造就了风味的不同 我终于找到了 就是这次我们的大鼻子的Bugna Harbin酒厂里面 里面正好就标示着这两种不同的差异 这是非常难得的教科书籍的Sample哦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看 这两支酒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样不同的风味 我们拿透过单纯的 只是因为这个不是尺寸 是因为长相 像不同长相的不同 造就它的风味不同 一样的雪地酒润桶 一样的是用了美国白项目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我们来一边绣纹 一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左手这支呢 就是所谓的Punchen 我右手这支就是所谓的Sherry Butt 我很喜欢这次的故宫系列啊 这支的Punchen我们用的是很有名的八大山人枯极的残意的话 一只一只一只姑鸟站在枯枝上面 这个那个Punchen啊 我在问雨水精益先生 他就说Punchen桶子会造就一种孤寂感 哎呀 待会喝喝看是不是有 然后呢Sherry Butt 它通常比较很丰富的 然后再加上Bunahabin呢 这支会有一些 来自于这个海岛的潮水味 所以我们选择了我们那个 这个白石老人的这个虾与蟹 这个这两位都是非常非常知名的 国宝级的的国画家 我们喝第一支Punchen 哇哦 哇哦 它整个香气就是截然不同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闻到的是 Punchen它有比较多 内敛的感觉 而Bunahabin是很wild的 狂放的 这就是一个个性非常直白的 很热情的女孩 然后呢Punchen就是一个 收敛的温文儒雅的 看起来是非常斯文的一个女孩 从基本上香气的表现就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Punchen比较多 细致跟优雅的甜香 然后Bunahabin比较多这种各式不同的香料味跟木材的味道 然后标准的雪莉桶的这种葡萄干啊 还有一些果干的味道 在Bunahabin里面就是很清楚的 然后Punchen的反而是多了一些有关于比较像是波本桶的一些花蜜味 或是香草的气味 我们用口感来喝喝看 58.8度的原酒 却一点都不嗆辣 非常的绵密 非常的silky 在口腔当中是滑了进去的感觉 带一点点杏仁茶的味道 还有那种 还有那种很清楚的那种 小白花的香味 还带一点那个凤梨啦柳橙的气味 口中刚这种蜜感也很清楚 当然它里面有所谓雪莉桶的一些 像是一些皮革的 或者一些比较干燥水果的味道 也都是有 但是它主基调反而是比较像花蜜型的 接下来我们试试看 But 这是完全不同 这个呢 是小鸟艺人 这个呢 就是哇 热情如火 所以它在口腔感觉呢 相对来说是强烈的 刺激的 奔放的 所以它很多味道分层 像这样的东西 如果你是喜欢那种 很壮的 很饱满的 这个But 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如果你喜欢那种 一样来自雪莉桶的味道 但是它比较收敛的 优雅的 迂回的 甚至带有点东方残异的 其实是很好的选择 这就是 威士忌借雪莉桶的 劳来与哈台 有我们所谓的 旁去跟巴特 有机会 一定要试试看 因为通常我们能够在 我们控制变硬的状况之下 来感受 旁去跟巴特的差异的机会 非常的少 有机会 掌握这两只 布纳哈本的旁去跟巴特 哦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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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